荷包蛋真是一個神奇的食物 看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吃起來飽足又美味 荷包蛋的料理其實非常非常多 比如說煨醬油 讓醬油煎到焦焦的 或者是流行的麻油荷包蛋 然後冰箱剩下的豆腐乳味噌放一點 甚至於現在流行的麻辣口味 都可以做成非常好吃的荷包蛋 那我們曾經介紹過一個小巧鍋 大家在煎荷包蛋的時候是很方便的 記得曾經有網紅批評這個鍋子 很好笑太小等等 它其實煎蛋剛好 我們在用的時候也容易成功不浪費 既然蛋這麼貴 我們就好好把蛋煎好 讓它變成一道佳肴 加一點點創意跟調味料 它就非常美味